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见心的人都经干净了 经干净就像一个图案一样 我们在这个里面实实在在讲 得不到什么东西 如果稍稍能够体会一点 才晓得这个经历都 妙意无穷 深广无尽 他是世子 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的总的原理原则 总纲领 任何一部经典 不但是大乘经 包括一切小乘经 都不能出这个纲领的范围 换句话说 金刚经就像那个大树一样树根 一切经是这个树的枝叶化过 这个经是根本 修行 最可贵的 是把那个根本找到 从根本修 那个速度快了 利益无边 不要从知之皆皆上修 知之皆皆 好苦啊 好麻烦啊 会修的人 从根本修 这个从根本修 禅宗讲得最多 禅宗语录里面 一提起 从根本修 根本修 心地 什么心呢 无时无需 这是真心 这是金刚经上讲的透确 不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这是根本 真的要把根本认识清楚 搞明白 那么由此可止 若实的心 不是真心 若在空的心 也不是真心 好 我们六道弹弹地 四季 若实 无时无需完全相违背 所以纵然修到飞翔飞飞翔天 还是出不了三界 原因在哪里呢 用的是冷魂心 落实的心 落空的心 都是轮回心 出不了三界 怎样出三界 无时无需就出三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 要用这个心 无时是心地清净 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地黑 无时念念为一切众生 我们说佛的人 为众生成品 这个要知道 念念 要帮助一切众生 霍明开悟 离苦等 苦 什么苦呢 今天的生活困苦 那个不是苦 今天他没饭吃 没衣服穿 不算苦 什么是苦 高六道 轮回 是真苦啊 将来 堵三我道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太苦了 这个世间小苦 我们不必去帮助他 今天这个世间人 你看看我们 佛门里面 现在说实在话 问题也很多啊 做一些慈善事业 帮助一些贫苦的人 就解决小苦啊 学会表扬赞叹 做了慈善家 一表扬一赞叹 古报马上就爆掉 佛报就曝光了 做了也等于没做 我们查遍大藏经 释迦牟尼佛当年做事 在故事的时候 没有做过这些慈善 弗里斯尼 没做 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什么 大慈善啊 讲经说法 帮助一些人破离开悟 这是大慈善的 今天大慈善 没人做 做了也没人表扬你 说在讲 没有人表扬好啊 你的那个佛报功德都在 没有漏出去啊 我们中国 俗话常讲 基因德 什么叫因德呢 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赞叹你 没有人表扬你 这叫因德 因德即得厚啊 后来古报不可思 就发得大了 那养的善事呢 你所做一点点好事情 外头都知道 报纸也登了 电视台也广播了 大家也称赞了 报报了 完全没有了 你所做的那些物啊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骂你 那个物越急越厚啊 将来古报也不可思议 所以大家要想 好事不要让人知道 不必让人知道 坏事要让人知道 人家看到你 这个人骂你一下 那个人你 瞪你一眼 都爆掉了 都爆掉了 好的留到不要爆掉 我的发路才会 让大家都知道 这样很快就爆掉了 那么这一段 是说我们的境界 我们没见心 金刚薄弱了 就是同安 诱导我们 开火力 金刚薄弱 细讲一遍 很不容易 这个音源非常美性 因为讲一遍 时间要很长 古时候 真的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 古时候讲经 不像现在这种口音 都是老法师 在思念讲经 可是有一些人 语言到 听到某个地方 在什么时候 讲这部经 所以在家居士 可以到庙里面 就讨金丹 就讨金丹 讨金丹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想听这部经 我要住在这个寺庙里 所以从前的寺庙 它有内院的外院 内院的出家人 外院的就是这些居士们 让给他们住 他们讨金丹 当然寺庙里头 也分一份工作 给他们做 好像这个整理 这个道场环境 有一些零碎事情 他们做的 分配给他们做 讲经的时候 他们都入席来听经 一部经听完了 他离开道场 他回去 从前有这个制度 所以一部经 你想差不多 这个法华了 那一年要讲半年 《华言经》一般是讲 一年到两年 他能够住在寺庙里 把一部经听完 每一天收这个讯息 即行相应 所以我们看 这个居士传里面 有很多开悟正果的 他是长时机 不断地在学习 所以得到这种效果 那么由此可知 大金将一遍 地区的地区不容易 地区不容易 英语 非常地稀有 往后可以说 越来越难 我们整个世界 这个社会 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 走上工业时代 工商时代 大家工作非常地忙碌 确确确实实 是分秒逼真 哪有时间来听大金 所以这个语言分 越来越少 因此 讲大金这个机会 越来越可贵 相当不容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感谢观看